欢迎您新八卦CP to our channel 肖战最新造型大片 杨子选择恋人的标准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谭松韵是教杨子选择恋人的标准吗 杨子选择恋人的标准 现在在谭松韵看来已经大为改观了 作为TBs的流量之一 杨子现在正很受追捧 相秘如烟雾和鱿鱼顿秘成功后 他的流量明显高 小花一直受邀主演各大电影项目 近日 网友们纷纷议论杨子的搭档话题 据此 有观点透露 目前小花对搭档应该是顶流没有执念 与声名较弱的男明星合作很容易证明自己的电影负担能力 正因为如此 杨子最近的电影都与低调的男星一起出演 如常相思张婉逸 邓薇 谭剑刺和199年爱情范澄澄 如果这些电影成功 他的电影女王名声就更有保障了 有观点认为 杨子放弃对男鼎流执念或许是学了谭松韵 虽然不是流量之巅 但谭松韵却是一个电视功极高的女星 大多数和他一起出演的演员没有高流量来承担电影 因此当电影成功时这个90后美女受益匪浅 谭松韵和杨子都是演技好外形年轻能造化的女明星 因此选择恋人不是流量大 也不会在角色的表演过程中为难他们 最近谭松韵决定和徐凯合作 我比星星更美 而杨子则在1999年与范澄澄一起出演爱情 现在 人们非常期待杨子和谭松韵的下一部作品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